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船封释访美行情结束 在美国期间他与总统特朗普 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首次会晤 并且一起散步 特朗普表示与中国的关系有显著进展 形容中美关系出色 他说与习近平见面之后 很多潜在的重大问题 渴望迎刃而解 习近平就说 两人进行了长时间深入的沟通 突成了很多重要共识 相信中美关系未来会不断巩固发展 副总统彭斯将会在今个月十五日开始 先后访问南韩、日本、印尼和澳洲四个国家 并且与有关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面 彭斯在南韩访问期间 会同驻守当地的美军共度复活节 并且在访问日本的时候 登上驻守当地的美军航空母艦李根豪 总统特朗普长子唐立德最近私下透露 有兴趣追随父亲的政治部阀 参选纽约州州长 而现任纽约州州长科莫已经宣布会寻求联任 就美军轰炸敘利亚空军基地 俄罗斯国会国防委员会 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 有美国外交官就说 联合国安理会会应俄方要求 会在今日轰炸事件展开会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